我们刚刚讲的一连串的 不管是俄乌啊中东啊对台啊等等 当然都取决于这个2.0的川普 接下来再思考 那就看他的这个人事嘛 那第一个当然他讲的这个移民的部分 来了一个这个大英派对不对 边境沙皇之称的这个美国移民级海关执法局的局长 那他要专门负责驱逐非法外国人 当然他是之前川普这个强硬驱离 要清零的这个支持者 然后呢当时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有办法在不拆散移民家庭的情况之下 进行大规模驱逐啊 有没有办法说有啊 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全家一起被驱逐啊 不拆散移民家庭的情况之下 美国的法律啊 非法移民生的小孩 是在美国生的哦 他是合法 是要熟地主义嘛 所以他的小孩你不能驱逐 是美国人啊 那他如果不要走呢 他是这样讲 然后他说他的父母亲是犯法的 所以他否定那个小孩的那个美国的身份是合法性的 那这个有官司问题哦 对对 他的解释是这样的 他先把你去除书记应该打官司啊 对 他说因为他们父母亲是违反美国法律 所以就算他出身在美国 也不承认 我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台湾没有资格笑美国 因为我们的法律比达还严格 对啦 小民 我们的法律比达还严格 小民就是个例子啊 小民都回不来 不只小民一大堆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笑人家 但非法移民真的要清零吗 你看日本是清零啊 非法移民美国有1100万人 是啊 他说了这个Hotman他说 他说一年的额度是100万 OK 他一年要驱逐100万 那怎么选 到各个工厂去抓人 餐厅啊 那这个就有一大堆官说进来了 跟那个军阀张大帅一样 说你看起来就像非法移民 你看起来就像土匪就枪毙这样 而且还有一个说法 说军队要协助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他这个一定牵涉到几个步骤 一定要走 第一个要有检疫法庭来判嘛 确认他是非法移民 那接下来就要有执法人员 要押送 那要放哪里 那军方说他愿意提供军事基地 来做那个拘留中心 那集结到一定人再一起送这样 其实以川普他们可能的做法是连检疫法庭都不用 这样子啊 那怎么认定 不是啊 他觉得你试就把你送出去 跟他海关一样嘛 就把你送出去 那你如果说有送错你再回来打官司 打官司不是我在境内打你 但他说我没去打 如果前几年就可以就授权警察可以在路上去检查这个人有没有美国证件 对没有的话就直接了当 不要笑别我们台湾就这样子 什么时候经过法庭了 没有从来没有 但是我不知道我第一个想到美国有枪 这样美国不会大乱吗 坦白讲我就认为会有很多治安事件 因为美国的枪超过人口 那非法移民会没有枪吗 我不相信 所以 那不是让他们硬派的说 我已经解决了 我跟你讲 接下来有两种暴动会出现 一个是驱逐非法移民过程中 一定有治安事件 那第二个是 已经有好几个民主党州 说要开特别委员会 要阻止川普的联邦法律 剥夺他们习以为常的权利 这个主要包括生育权利 就堕胎嘛 这个纽森已经表态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气候变迁 就是绿能的问题 我跟你打赌 纽森那种咖很快就去跟熬 因为加州在川普第一任 跟联邦政府打过120场官司 那纽约现在也要跟进 可是我认为这次会比较激烈 因为有那个Antifa 反法西斯联盟 我跟你讲那个左翼激进派是很凶的 川普还是有暗杀风险 我认为川普第一年 可能都要穿反大衣了 就共和党来讲 这是引蛇出动全面消灭的策略 他是社会上干 你不用怀疑 这一点都不用怀疑 还有第二点 他要在司法上做政治报酬 所以他到底会处理哪些人 那那些人都是有一定政治势力的人 比如说他列前五名 第一名叫拜登 都拜登家族 第二名叫奥锦利 全部上榜 第三名叫奥巴马 希拉蕊 还有裴洛西 这五个 美国他还会整肃美军 对这就是这个路透写的吗 川普会对五角大厦进行大清洗 他也要整顿那个秘利参谋长 那一定挂关 那也是黑名单 对一定滚蛋 还有那个纽约联邦法院 对都会整顿 对然后你看到这个气味相同的人都来了 冰淨沙皇 Rubio等等之类的 所以亮哥描述一下未来的美国图像是什么 描述一下就是他的内乱会影响到他的对外能力 他内乱会非常严重 事实上我看那个纽约克尔 就直接讲有第二次内战的风险 纽约克尔是非常民主党的 那纽约时报形容他当选 是用风暴归来 Stone back 那反正就是 我认为那个哈佛大学更离谱 哈佛大学不得不放一天假 因为很多学生没有办法上课 他们伤心到没有办法上课 太差了 哈佛大学生 烂学校 这个 我跟你讲这个 我觉得 有很多人 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个运动 叫Not my President 对对 那个图都出来了 对 那我大概上个礼拜嘛 有一个住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啦 他有投票权 打电话 跟我老婆哭了半小时 说川普当选他没办法住这里 就是那个你就没办法想象 他属于被整数的名单吗 也不是也不是啊 我跟你讲就是 那个支持度那个激化程度 你难以想象吗 一大堆人要移民啊 尤其是好莱坞 好莱坞有一大堆人要移民到加拿大 川普最痛恨就是好莱坞 所以罗利导那个要公布一下 对对对对吧 所以介大使也描述一下好不好 未来的图像 刚刚亮哥讲了一个很重要 就是他的整个内部大乱 会影响到他对外的能力 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民主党 现在缺乏这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那这个就是说 有系统的对抗这个川普 可能会比较差 可是川普必须要小心一点 上次打他 看他开枪的两个人 基本上都是孤狼型的 他不是组织体系 美国这种孤狼型的最恐怖 这种叫社会边缘或者loner 他根本就没有社会关系的 可是他的政治意见很强烈 然后呢都会 要杀一个人就会自己先练枪 枪又那么好取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的 最大人身威胁 还是这种孤狼型的 这种意识形态上 对他完全不好接受 我也有一些朋友 就是说有些人对川普出来 简直是觉得 跟世界末日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这个撕裂 不会因为川普的 美国社会的撕裂跟对立 不会因为川普的伤血以后 就泯灭或者是疗伤止痛 他没有疗伤止痛 川普的做法会让他竞选之中 造成的撕裂更加的 因为大家觉得他赢这么多 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没话可讲 就赢这么多 我现在没有选举争议 对啦 是啦 但是这个仇恨 仇恨是完全存在的 仇恨值更高 而且川普的这个很多东西 他这个都是走得很激烈的 比如说他要美国的 他说他要美国国会通过法律 让这个所谓的这些 贩毒集团的首谋 要给他们判处死刑 对 要死刑 然后呢 还有就是最大的这个 遣返计划 那这些基本上 都会动到美国社会 那这个东西 是高度可辩论性的 可辩论性 而且他在这个 就是说TGBM 还是TBGM 还是我忘记 就是说那个性别议题上 他当然强调只有两种性别 那这个就跟强调 LGBTQ 我一直记不下 LGBTQ 性别认同 性别认同 那这也会激化一些问题出来 所以我觉得 川普的很多竞选中的一些承诺 都会激化 然后他把事情是把它简单化 会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光一个俄乌战争 没有人乐观的 那基本上他讲的话 是把自己卡死 24小时 可能24天的时候 民主导人就在说 你不是讲24小时 24天了 那时候他会怎么办 他会怎样 他就耍赖啊 我觉得川普就是 就是他的 他这个人就皮很厚 皮很厚 他不他不在乎 到时候你要下载那个 True Social 每天跟他讲什么 对 他他不会认错 然后他现在问题就变成 就是说 还有他用的这些人 基本上 我觉得也得战战兢兢 因为 因为川普第一任的时候 被他的这个被背叛的情况太严重了 所以这些人随时要小心 然后以他现在的性格 再加上 上帝留下我这条命是有原因的 最后一天就这样讲 我最怕这句话 这种有军权神兽的这种 得天命 这种是有这个死命在做事的人 哇这个 真的很多很多这种暴君都是有这种倾向 所以我觉得他遇到挫折 他不是妥协 他可能就是说 用压 碾压的方式以后 就已经把选举造成美国撕裂跟对立 那逼着他的对手 要用更强力的手段跟他对抗 我举一个例子 那个群众上街的时候 他上次第一任 他就要求国民兵开枪打他们的脚 这是真的事情 那是国防部长反对 抗命 现在是没有国防部长 就是没有人敢抗命 没有人敢抗命就真的开枪 打脚 那第一任 第二任就不止打脚了 光是打脚就非常可怕了 对 他还说 他还问他国防部长说 你那些飞弹能不能打一下墨西哥 墨西哥很讨厌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闻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和其他人的 肥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和其他人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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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硬在压力上 和其他人的资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